女神时尚无带领消谷医师专销人命 日前一名蔡小姐在东区一间女神时尚诊所消谷 但是当她醒来后自己在家户病房才发现大事不妙 有一位蔡小姐去年底到了东区的医美诊所进行消谷手术 没有想到手术到一半没了心跳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最后还好是被救了回来 事后家属po文指控说当时进手术房帮忙的正姓执行长 怀疑她根本是没有医疗执照的 而诊所呢只在网络上发了声明表示 这一切交给司法处理 躺在床上的蔡小姐脸颊近视瘀青 鼻子上还带着呼吸管 家属指控去年底她到东区的女神时尚诊所消谷 手术到一半却没了心跳紧急送医 到院前甚至没了呼吸心跳 院方还开立了病危通知 诊所都不给医院什么治疗 这医院根本就查不出什么原因 这医院就是用不明 我要跟他们要的东西他们全部都不给 就他们就是一个 他们就说我已经叫个律师处理 但是去问律师律师什么都不知道 蔡小姐家属po文指控 当天帮忙手术的照姓执行长 并没有医疗执照 而卸行总监则谎称 肖骨手术已经完成 一直到最后质问动刀的照姓医师 才坦诚手术没做完 人家来变美我也来变美 为什么我美到差点就去了 再来我就问你为什么没证照的人也有他的事 然后不知道该说你们没默契还是太诚实 搞得我也是听得挺尴尬的 而卸行总监则谎称肖骨手术已经完成 一直到最后质问动刀的照姓医师 才坦诚手术没做完 如果我是那个总监 我应该翻白眼翻到天灵盖 然后你应该也是觉得扯不下去了 干脆讲实话好了 然后你就直接给我开大决 现在是你干脆直接承认我就烂 那我也是只能替那个女孩笑笑